刘一本大半夜跑到村长家 村长和老婆桂如 两人正光着膀子擦身子 刘一本破门而入 让两人措手不及 刘一本让村长帮他看看第二天开会 要演讲的稿子 被村长无情拒绝 村长见他不早有些生气 硬是把他推出了门 这刘一本是兰河玉村的青年农民 平时挺热心肠 邻居家的活总是帮着做 凤莲是刘一本的老婆 看到他帮孙父的妻子汇丰干货 回家后直接凉水泼在一本身上 已是不满 凤莲让刘一本换上衣服 和他走一趟村长家 原来这村长推荐凤莲 做村里的妇女主任 他不同意 两人还没出门 村长就来了 村长通知凤莲要去乡里开会了 被拒绝了 刘一本觉得当上妇女主任是好事 决定第二天代替老婆去开会 村长同意了 刘一本觉得妇女主任 好歹是个村干部 可以让他们家的地位变得更高 可凤莲却嫌弃得很 为了第二天去乡里开会 刘一本熬夜写第二天的演讲稿 非常认真 写到大半夜才完车 他打着手电筒来到村长家 想让村长帮他看看稿子如何 他没敲门就闯进去 村长正光着膀子 说话有些紧张 村长让他赶紧回家去 稿子也不帮忙看 刘一本死缠烂打 最后被村长推出门去 第二天一大早 刘一本就穿了西装 打了领带 背着小说包出门了 他觉得要去开会很自豪 一路上夫人就打招呼 说自己要去开会了 会议开始 代表各个村的妇女主任 都是女的 除了刘一本 一个大男人坐在正中间 开会期间 隔壁座的胖女人打起瞌睡来 直接把头靠在刘一本的肩上 被他无情地挪开 刘一本全程高度集中精神 还主动要发表一下 自己写的稿子 他站起身来 拿出写好的稿件开始念 刘一本表示 自己当上妇女主任 保证村里每天 都会有不一样的妇女活动 听到他的肺腑的发言 大家都为他鼓掌 因为在会上的发言成了焦点 刘一本还被留下来 和领导一起吃饭 最后醉醺醺地回家 村长知道 他在会上的发言内容后 气得直接上门骂了 觉得他说得太浮夸了 根本就难以实现 第二天 村长告诉刘一本 傅先生觉得 他在会上说得特别好 准备视察一下 他们如何落实到实处 说出去的话 泼出去的水 刘一本真的硬着头皮上了 要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活动 就得村民们一起配合 这让刘一本很是头大 刘一本暂时成了 村里的男妇女主任 为了每天的节目 只能到处找人帮忙 他写了很多标语 准备贴在村里各个角落 晚上孙福喝醉了 打老婆 大家都去围观 自然 刘一本也不会羞辱判官 他来到孙福家 一直住孙福 把汇丰带回家去 还挺有妇女主任的样子 回到家后 刘一本看到孩子捣乱 想教训地 被老婆拦住 两人呢 差点打起架来 刘一本一心为了搞好妇女活动 让县领导下来 能够有个好印象 他做好了小旗子分给村民 教他们如何喊口号 欢迎领导 晚上的活动开始了 大家伙还是挺配合 做饭的做饭 排练节目的排练节目 一切尽性的如火如荼 而上面一个电话来了 说领导今天打不了 让刘一本很是失望 晚会结束 大家伙都走了 刘他一人坐在台阶上 目光呆滞 不知所想 但领导一天没来 刘一本就一天不能闲下了 村里人有什么需要 也会找上门来 有个大妈还让他帮忙看孙子 留一本答应了 为了让汇芳和自己派二人转 他还主动帮忙摘玉米 让汇芳去北台寺 凤莲路过西边 看见他为了让那些妇女 排练节目 正在帮他们洗衣服 恨得牙痒痒的 回到家后 逃出家里所有的脏衣服 让他也去洗 西边的那些妇女 正在排练节目 看到他有那么多衣服 不忍心 便停下来一起帮他洗 就是留一本 以身作则的态度 让村里人都对他 有了不一样的态度 不管是男人女人 都积极投入妇女活动中 就连上了年纪的大妈 都愿意做一点 力所能及的事 当从广播里得知大妈 记载一本家的小男孩丢了 以村人的人 都自发性的 出来帮忙找孩子 排练节目的时候 大家也都特别上心 他们不敢随便来 毕竟这领导 是一天脱了一天 还没见着个人 一天天过去了 村里的妇女活动 是一天没落下 大家晚上在一起的时光 还是非常和谐快乐的 一段时间过去了 每天的妇女活动 变得日常化了 大家还在等着领导来 有一天 上面发话了 大领导部来了 留一本并没有觉得失望 他觉得这段时间下来 大家都表现得很好 而这些活动 还有一直延续下去 留一本看到 大家对他的支持 非常的感动 大家对他这男妇女主任 也是越来越认可 甚至连他老婆凤莲 也开始支持他 或许 他就是大家心目中 那个百里挑一的 对的妇女主任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 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记动动你的双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